这辆车正要开出停车场 左前方突然有辆电动车摔倒 驾驶立刻刹车 但是女骑士当场报警 骑电动车的是奶奶载着孙子 因为突然看到车吓到摔车 孙子轻微受伤 交警来了之后判定 虽然轿车没有碰撞到电动车 但是电动车摔倒和轿车 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因此判轿车驾驶赔300人民币 驾驶觉得很冤枉 这起事故引起热议 许多民众也为轿车报不平 交警解释 事故的认定并不是有没有碰撞 而是有没有因果关系 车辆和行人之间如果发生事故 即使车辆没有错也要承担10%的赔偿责任 记者戴律综合报道